兒子沒有分別 其實他有先天性蟑鼠側彎 五歲的時候做了手術 在脊骨裝了生長棍 用來拉直回蟑鼠 每個月要回醫院 每次生長棍要拉高兩毫米 這條白色就是那條棍的表面 這顆凸出來的影就是螺絲頭 來囉 好 放鬆一點 有沒有不舒服 OK 好 香港大學醫學院已經先後為21個小朋友 植入遙控生長棍 醫生說這一款生長棍 可以減少手術的次數 傳統的生長棍 我們六個月就要再跟它開刀一次 全身麻醉再開刀一次 我們又再拉長這棍少少 隔六個月又拉長這棍少少 讓它一路高這棍可以一路長 現在新的這種遙控的生長棍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是用一個磁石的摩打在裡面 我們可以用一個遙控的方式 將一個摩打轉動的時候 就令到它一路的棍一路長 就是避免了再做手術 魚程植入遙控生長棍是全世界第一宗個案 X光片可以看到它的脊骨原本好彎 之後拉直了 他媽媽說手術之後 女兒的活動能力大有改善 他不需要帶一個外置的支架 其實那個很辛苦 可能會軟晒 去熱天也很辛苦 但是做完手術之後 就完全不需要用外置的組織 去行路 活動 其實穩妥很多 我也想高一點 是啊 想要多高 起碼中頂高度再多一點 中頂高度再多一點 脊柱側彎不能預防 最重要是及早發現 醫生說一個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讓家長看到小朋友有沒有這個問題 首先可以叫小朋友站直 然後向前做出一個類似骨弓的姿勢 家長就要看看小朋友的肩膀 腰和盤骨有沒有左右不對稱 如果發現情況有不妥 就要找醫生做檢查